你不在藝術世界上 其實我們家並非在藝術世界 最主要是我小時候身體不太好 經常會咳嗽或感冒 媽媽便說學跳舞 可以強身健體 肢體語言又很優美 好學跳舞 我們跳舞就像運動員一樣 經常需要很大的運動量 每天都要粗 其實你說挫折的話 最多就是腳趾流血 因為我們跳包裂舞 要穿那些衣服 所以要這樣衣服的時候 有磨擦 當你年紀小的時候 皮是很亂的 所以很容易磨擦到皮流血 有時候那些血滲滲出來 整個鞋子都看到有血 但依然要堅持練 因為我喜歡 小時候的訓練就是 我喜歡一樣東西 我就是喜歡 我不會說 哎呀 這麼容易放棄 我反而那個心態 如果我完成不了這個動作 我就算流血也要完成它 就是練到最好 然後才可以休息 因為我比較執著一點 其實家裡環境不錯 但是我去到 因為我自己選擇來了香港 我希望 因為我有獎學金 我希望就不要用家裡的錢 自己希望可以儲到獎學金 然後又可以租到屋 甚至車錢那些都要很節省 所以變得來跟一個女生 就一起 不如我們女生而已 十幾歲有什麼所謂 自己就選擇了一間很便宜的房間 我不知道那時候是什麼房間 總之有得住就可以了 之後長大後才知道 原來是劏房 我們特地去買了一個 鎖架床 是不是叫鎖架床 兩個女生又小小小 然後被在一起 又多開心 多熱 不會覺得 這麼淒涼 怎麼住劏房 但是 你說 那個價錢是真的偏低的 還有 我們是希望 在獎學金裡面 又可以再儲少少錢 有個目標 所以我們才會做這件事 其實我比較 傳統一點 我很保守 如果我真的喜歡女生男生 我連看到她一眼都不夠膽 我一定要等到男生 出聲 他跟我說 我才會 嗯 考慮一下 我是這樣的 未去到二小姐 我跟你拍拖 這個是我的兒子 對白是 他是我的兒子 沒有 所以 因為 處莫這個角色 都用了很多心機 以及 跟導演 和監製 都談了很多次 最後才拿捏到這個角色 應該怎樣處理 因為 和諸神太不相似了 所以 要怎樣令到 這個角色 突出一些 又或者 相似一些 很多時候都要在生活中 其實我 做男神 那個時間 我自己都像二小姐 我在生活中 儘量 想像自己二小姐 因為我的朋友 看到我 很久沒見過那些 為何你這麼粗勞 走路 都這樣走 你可不可以多看一些書 好像沒有文化 這樣說我 但 其實我是 那個角色入面 我未出來 因為我還在拍 所以 但這些 好像有些秘密 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我沒有跟朋友說 可以的啦 我會看多些書 我會做自己的啦 這樣 其實我都看到公司這一年 給了很多機會我 就是越來越多機會 我都希望在自己 還有衝勁的時候 還有 未老的時候 那個心態 說著 未老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駁煞多些 就是 再衝一下 因為始終 你未去到那 最 你不知自己有多好 人是永遠有很多空間的 你不知 你原來這場戲 你真的可以做到 你不知原來 這麼多觀眾喜歡你 或者 我希望自己 再做好些 各方面 身體 生活 拍戲 現在有時候都要出現什麼 唱歌 唱歌 都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進步多些